21.59万起 虽然没有看到神奇的1999 但是小米苏7依然无疑 会成为汽车市场的一条大鲶鱼 之前有幸还是带着117和代工 来试驾了这台小米苏7MAX的版本 那就让我们带你来看看 这辆车是否值得这个价格 这些所有的试驾车都是MAX是吧 对 有没有查尔斯 没有 有点冷 咱们现在这个车是交付版了吗 已经可以 对了 这辆车首先让我感觉到有点意外的是 这辆车的完成度很高 很成熟 几乎没有让我能一下感觉到 那种第一次造车 而容易产生的这些比较明显的问题 反而是有一些第一次造车 而更能够有发挥想象力的空间 比如说这些可选的功能配件 然后里面还会有苏打水 可乐 哦 待会冰箱我要拍新墙 我给你开 我给你开 凉了吗 这拍不到是吗 小姐同学 来这儿呢 这儿呢 打开冰箱把冰箱调温度调到最低 那我先动一会儿吧 能能把什么东西放进去 嗯 六罐 哇 这个很方便啊 这可以放很多 再打开打开 哦 它是有一个按钮 哦 我以为这个抽屉 不是不是 嗯 它是这儿有一个按钮 我给你打 然后弄它 哎 我觉得这个挺帅的 智能针 这是可以自定义的吗 对的 嗯 它除了是指南针和时间以外 还在这上 我们看到现在的话 跳成了G值的 那我可以一会儿打一把 他们像感受一下 那个妖怪 会不会吓到你 那有物理按键呢 很符合我的使用习惯 但是呢 除了扶手侧的物理按键 这个屏幕下方这套可选的物理按键和选钮 和扶手向上的按钮在功能上有一些重复 那我觉得既然可以选配 那有没有可能让屏幕下方选配一个像touchbar那种可以自定义的选配呢 那还有让我感觉到比较满意的呢 是这套已经感觉上非常成熟的NV辅助驾驶系统 好 来感受一下这个叫NV是吧 你们叫 它会根据导航实际的路况 帮助您是能脱手吗 能脱手吗 好 感受一下它的这个 那它会自动变道吗 会啊 你打转向 它的这个导航的界面 第一我觉得还是非常丝滑的 然后这个屏幕做的非常不错 然后这个旁边的车辆的建模 然后想到至少比高和要强 很多 但我们不能跟一个这个马上倒闭的车齐比 看变道了变道了 这是你的档 没有没有没有 它是自动选择的 还挺丝滑的 哇 这个不错啊 这个变道很激进 这个份都差 我喜欢 很适合北京是吧 对 要上载道了 马上可以上高速 NV其实最好的一个功能是告诉你 就是在你永远会忘记变道 所以如果有自动驾驶 它解决的最大的刚需 其实是在你不知道要变道的时候 帮你把道变好 专注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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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到了经典的问题 专注驾驶 现在你专注了吗 眼睛睁大了吗 睡醒了吗 我特别讨厌这些 每一家都对我针对性很强 这应该是可以关了的 我们每次都关了 确实一直在提醒我 让我看前方看前方 睁开眼睛 我有的时候确实没看 但我当时就真的看了 有电吗 有电 应该是一个砸玻璃的锤子 锤子呢 在里面 可以看看 不 然后还有一个可以紧急情况下 隔安全带的设计 应急吹 对 它这个应该是 我觉得它是有弹簧出力的 所以说应该是按下之后 里头有根针 我们看有根针 能弹出来 我们就不试它了 那如果试了 会不会也是 全国手册 那小米不愧是做手机出身的 这台车机对于手机的支持 可以说是一个carplay的pro版本 可以直接在中控这块更大的屏幕上 操作激活手机上所有的功能 那你别玩手机 我玩手机 我玩手机 打开哔哔哔哔哔 村长 是什么 啊 狠着它会变成自动的更好 大数据又出卖了你 这是谁的号 这是 没什么 现在是你的号了 这个 挺有意思啊 这个的所有的这个数据都是走手机 是吧 手机那运行了之后只是投过来 没错 这就是说比如说车机上没有的一些APP 它可以从手机上 ping 动能挥收线很高是吧 其他同学 我在 都能回收百分之五十 都能回收调到百分之五十了 真好用小爱同学 确实是 这确实是 哎呀我在家里就天天叫小爱同学干这干那的 对就是因为家里都用惯了 人就是喜欢命令别人干事 你又不用说请 他也不会骂你 你自己干去 你跟他说小爱同学闭嘴是吗 对啊 但如果我们长期abuse小爱同学 当他以后变成了一个超级大 非常命 对他如果就是心里面是积怨了这所有的data 还挺害怕的 还是好一点吧 对啊 赛道转 你稍微浅浅一下 没踩没踩啊 哎等一下轮胎有点打滑 这配的是什么哪个套胎 米其林是PSEV一转 都PSEV了还打滑 那看来确实性能有点过高了 我确实听上次听轮胎工程师抱怨说现在这些车起造车时候根本不考虑轮胎供应商的 这么大扭矩输出 是啊 那米其林来也扛不住 两吨2.7秒 那这辆车的正常驾驶的感受总体上是方向盘的轻重比较适中也足够的灵敏 但是呢因为我们的测试只在城区道路进行 我觉得完全没有发挥出这台670匹小野兽的能力 期待我们下次能够下赛道啊 真正感受一下这辆车是否真的能对标保时捷Taycan的赛道性能 那说到赛道表现呢 结合这台车的智能系统其实给了我很多的想象空间 请小米的工程师一定要想一想有没有这个实现的可能 比如说驾驶位面前的这块超大的HUD抬头显示 有没有可能结合摄像头和雷达 让这辆车在赛道里面能够通过HUD来显示最佳赛车线 甚至是和F1游戏里面一样的有一个3D的显示效果 来更好的帮助来训练自己在赛道里跑出更好的表现 还有比如说如果考虑到为了减少车辆和轮胎的损耗 有没有可能方向盘和踏板在停车的时候 可以单独使用那再结合一个VR眼镜 可以把这辆车变成一个赛车模拟器 来进行模拟赛车的训练 那因为小米在软硬件上面深厚的技术积累 让我敢于想象 我觉得这是有可能被OTA出来的功能 雷总我相信你的实力 可以可以喝了 来小米上面车载的冰箱 这个好 这个真的 这个我跟你说 谁说彩电冰箱沙发不好 我跟他急 对对对 这有病吗 你谁不喜欢这个你 我从来没有在一个轿车里面用过冰箱 奈巴赫有的 听说是有我也不知道 没错 老苏S行也有 那个雨伞价是吗 真有 摸到了 摸到了 摸出来了 你跟掏出来把光剑一样 是这么大玩意儿居然掏出来了 这让AQ来体验一下 这个不是那么平整的路面 那你把悬挂调到最 哎呦哎呦 你的悬挂调错了哥 现在是硬 不是没看他调这高度 这个悬挂的软硬才能调 这太sporty了没 是啊 那我们现在是软的 已经是软的悬架了 对吧 我们来感受一下 有一个坑 哎 对吧 是不是好多了 所以说来这个路还蛮不错的 哎 确实有点用 确实 小胆这个 他其实换 别别别 还有一个让我们都非常喜欢的功能 是在低库里面的可记忆的自动驾驶路线 去寻找你设定好的停车位 好你什么都不用问了 现在 我手就可以离开了 我脚也不用问了 踏板中的都不用问啊 好我们来感受一下啊 他能看到这个锥吗 他能看到那个这个路线是我学习过 可以可以我们来体验一下 他知道停到哪个位置吗 就是我们出车的那个位置 哎呦 有点奇怪 就是不适应 嗯 这才好 像我坐在滴滴打车上 前方几间右转 我觉得最完美的模式 就是从头到尾都是这样 就是 啊他还知道是几层 对啊 这是个路停吗 你开就行了吗 您按一下喇叭 让他们给开个门 对 对 正在经过扩党 在 哪有门啊 右边 你看他识别到车了 他识别到车了 他是完全按照您之前还是 之前学习的路线来的 你是开一遍是吧 对 走 是这样 嗯 因为我能看见就是他那个方向盘 他是先往左打一点 来去把这块给打开更好进去 就是这个意思 嗯 就是说他往左打一下 这是您之前往这边往左打过一遍 他学了还是说他自己调整一下 我自己学了一下 哦 嗯 所以说这个事就要您比如说回家 嗯 就固定个车位 您可以识别到之后来 哦 这个很不够 哇塞这个太好了 因为我们家那车位就离电梯口俱远 嗯 就开始自己上来停回去 啊 那肯定车人得在车里坐着呀 哎 不是之前说是能人能不在车里坐着吗 哦 哦 目前 还是暂时没有 嗯 不过你这个需求倒是感觉是可以 对啊 那如果你你第一次停的时候打了很多把进去呢 他也这么学 嗯 不会他这个就属于自动拨车累的了 自动拨车累什么 我当时学的时候连那个没有一米兰 我会往前走一点 他会跟随您的这个路径是来的 但是他不都说我学习这个路线 我学的时候就是什么 这不等于说很傻吗 那我前面有障碍的车就不过了 不错 哇这个 这个好最后来with that bombshell 对 我们代工还发现了一个技术上的小细节 哇这个是 嗯 嗯 你昨天说的是它是一个什么问题 你再重新描述一下 就是它是不一样的那个标准吗 什么是不一样的标准 我们国家现在做了一个叫超级的这个充电的充电庄的这个标准 嗯 就是想要统一这个电动车的充电的这个市场 因为很多这个口不是不一样吗 嗯 因为有的是这么粗的有的这么细的 所以呢 就是从前年开始 比如说戴博乐他们就在商量 是不是他们也要把车改成超级这种充电口 嗯 但是目前来看好像 这是我知道的第一个 就是其他的车我知道的都在做这个 就是原来的那个 左边的就是超级 对 嗯 嗯 所以这是你见过的第一款实车上面用的这个超级 对 Protocol的这个 对 因为当时用那个超级的时候 那讨论了很长时间到底要不要用超级 但是发现这个的可能适用性还是比较差一点 毕竟欧洲那边也没有在用 美国也没有在用 这是一个国表 对 不是国表 它超级它是想定一个国际标准 那最后呢 再来让我们感受一下小米的人车家这个生态 有一些怎么样的玩法呢 这个是小米给的一个场景 但我觉得其实他们的智慧也不会有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一起加起来那么多的 我想到一个这个人车家很好的实验的场景 使用的场景 就是大家小的时候肯定都经历过自己偷偷在家看电视 嗯 然后呢你想知道你爸妈啥时候回家 多年之后终于有智能设备能够解决这个困扰 嗯 所以说这个 你就不用净化出那么多能力了 就地理为了对吧 离家多少多少公里之内自动出发 对所以我们希望如果他现在没有这个功能 可以有一个就比如说我有买了车 我孩子在家看电视 对吧他可以车如果到了楼下请告诉我 这样的话你就再也不用了 或者说车离家一公里的时候关闭电视 从我自己使用米家的经验来说 我觉得每次出门之前 其实你会就即使现在其实大多数的车都有什么远程开空调啊 我觉得最方便的方法肯定是你出门之前喊一声小爱 把我的这个车给调到26度 我觉得这个会比你手机拿出来要点一下 你的气息会更强 就是这样 方向盘也可以加热 对就因为现在我那车就是有非功能的 我现在这个地方没有地库嘛 所以说夏天的话会很热 冬天的话会很冷 你需要把手机掏出来 解锁这个软件 它有单独的一个锁 然后你需要点它 然后它发送指令 然后热车或者凉车 就是挺复杂的一套流程 所以假如你直接叫云人助手 然后把它把车直接给通风啊加热啊或者制冷啊 确实是一个好像只是简化了一步 但这也许真的能够很重要啊 让我们来再看一下它的正理啊 上次看着这辆车的时候 只能扒扒的在外边你看 趴在玻璃上 嗯 进去吧 通过米家可以实现一个功能 是你希望既把车内的空调打开 又把方向盘打开 你可以在比如说米家设置一个叫出门的这么一个动作 你刚才这些东西是把车都弄好了 然后你也可以把家里比如说里头的灯都关上 在门口的灯留着送你出去 然后当你关门了之后扫地机器人自己出来 开始扫地 扫地机器人 我还没 而且我们也可以就是 扫地机器人开始清扫 你是想操作家里的扫地机器人吗 是的 收到 哦 哎我想到了还有一个就是你作为爹 对吧 你知道你儿子可能在你家看你回没回来 但是你可以在家里边 哈哈 不你在车里你就看 能直接点开啊 对 这叫什么磨高一尺到高一正啊 我们试试来一个回家模式呗 假如 灯自己开开 电视打开 方便拉上 空调也是自己给打开了 应该是到了一个预设的角度 预设的温度 小米和他的员工可以帮你想到很多的使用场景 但是 我是觉得这个能够给你自己带来的可能性是更让人感到有趣的 对吧比如说父慈子孝的这种场景 然后我们看这个按键的话其实还是有这个不同的 啊你看有灯 这个是绿色的灯 本来去进行一些调节 小米同学 还是普经典呢 哎 自爆模式 检测到一空间大气压层产生核聚变 地球核心受到突发变故 导致设备内部压力受到影响 有一种到了平行时空的感觉 小爱将为你启动自爆模式 请尽快远离 5 4 3 5 5 5 8 8 9